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就想要歇一歇 我应该可以休休假 我可以休休假 答案不言自明 也许即使谷永强在叱咤风云似乎也难逃被创始人被出局的厄运 无论如何 在笔者看来 谷永强的名字都将和优酷紧紧绑在一起 并在中国的视频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年少轻狂击败马云出任搜狐CEO 20世纪初 香港岛上流传着一句句谚语 胜利不会自己走来 我们必须走向胜利 出生在香港 名字又为胜利Victor Koo的谷永强对这句话做了最好的诠释 谷永强出生在香港 14岁便孤身赴澳洲求学 以优异成绩在西南威尔大学跳级毕业 19岁时赴美求学 但却因为种种原因连续两次被加州伯克利大学拒之门外 生性好强的谷永强依旧第三次报考 终于如愿被加州伯克利大学录取 毕业后 他被大名鼎鼎的贝恩资本集团聘用 工作三年之后 他用业余时间苦读考上了斯坦福大学MBA专业 贝恩资本当即表示愿意负担他所有学费 只有一个条件毕业后要回到公司服务 进入斯坦福后 郭永强敢打敢拼的闯进 彻底被硅谷的创业冒险基因被激发出来 他甚至幻想着自己可以和比尔盖茨 小布斯一样凭借自己的实力和任性干出一番大事 于是他不顾家里人的反对 违约贝恩资本 用钱如生 看似净身出户的谷永强 就这样买了一张飞回北京的机票 开始了自己在国内的创业之旅 回国后的谷永强受到了国内许多企业家的青睐 1998年夏天 在北京国际饭店的咖啡厅 张朝阳喝咖啡 谷永强品茶 两人对搜狐网如何进行下一步融资 发表着自己的见解 聊吧 张朝阳欣喜地瞪大了眼睛 老谷 干脆你来搜狐吧 一场融资变成了招聘 谷永强就这样接受了张朝阳的邀请 据说 当时与谷永强一起竞聘的 还有当年名不见经传的马云 竞聘失败的马云对谷永强说 也许你才是最适合做搜狐 首席运营官的人 初走搜狐 39岁 创立优酷 进入搜狐后 谷永强无论是在业绩上 还是个人价值上都到了很好的体现 他从财务总监一直干到了首席运营官 首席执行官和总裁 并与张朝阳一起带领搜狐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然而 就在收获了无数鲜花和掌声的时候 2003年谷永强以陪妻子去美国读书为友 从搜狐辞职 对于自己从供职了6年的搜狐出走 谷永强坦言离开搜狐 源于天时 地利和人和 天时随着宽带普及和视频的广泛应用 市场上需要一个好的视频网站 地利是我拥有在国内互联网和媒体圈 摸爬滚打十几年的经验和人脉 人和就是我个人很喜欢视频 39岁面对国内土豆网 机动网 乐视网等 视频公司的围追堵截 任性的谷永强还是让优酷开了张 互联网行业本来是烧钱的行业 除了基础资金 谷永强又开始游走于国内外 为优酷筹措了数千万美元的融资 从短视频 微视频开始 和众多电视台和媒体合作 在创业初期对宽带投入巨大的优酷 在播放速度和流量方面 迅速压倒其他竞争对手 脱颖而出 记者分析了优酷成功的关键因素 除了视频 优酷什么都不做 只要是视频 优酷什么都做 我相信随着网络的发展 用户产生业务 业务产业盈利 这就是前途 这一年的12月创办仅仅4年 账面亏损的优酷成功登陆纽交所 成为全球在美独立上市的 首家视频网站 当日股价大涨161% 至5年来 纽交所首日涨幅 最高的公司股勇腔向了 看着五星红旗在纽交所升起 感觉自己像是奥运明星 毫无疑问 郭永强的成就 是有目共睹的 2012年 郭永强被某国际知名杂志评为 年度互联网领袖 面对记者的提问 郭永强 质地有声地说 以前 人们不相信会有电话 就像不相信 上网看视频会流畅